这条笔直的草地曾经是铁路的轨道 旁边是翻沙沟渠 每天早上附近的居民总喜欢到沟渠旁的公园连道上乘运 45岁的刘志昌在连道边上的私人公寓住了9年 从前火车经过时传来的轰隆声他听了都觉得厌烦 但是火车不再穿行后他反而有一股失落感 有时你看电视机或者你专心做一些东西 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火车经过会常 他们有些小孩子当初孩子在小时候 他们喜欢爬在窗口上看那个火车 或者我们当然有时候听到说他那个火车的声音来的时候 我们会叫孩子你快来快来看 欣赏一下那个火车 因为毕竟小孩子没坐过火车 这里是靠近蔡座港的史达蒙环路 是铁道走廊北部的一段路 市区重建局提出建议 在这里打造一个水稻村 在原来的铁道上添加亲家庭的康乐设施 让居民烧烤 钓鱼甚至种菜 对于这些发展计划 居民们有什么看法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活动 全部都有到这边 就够了 怎么样呢 年轻有年轻 年轻小孩子的就小孩子的 棚子 年轻人 年轻小孩子的钓鱼就烤肉了 我们老人就有老人的活动 exercise corner exercise corner 还有可以在旁边做一些别的运动 羽毛球还有篮球 怎么发展多好 就是只要他能保持他的 glunery就好了 自然协会副会长梁国平 也十分赞同水稻村的建议 只不过他希望农作方面 可以打造成像旧式的甘榜一样 让居民无拘无束的自由栽种 根据总栏图 走廊上将设有脚车道和人行道 不过史达门环路这一带 已经有公园连道了 市区重建局指出 铁道走廊和公园连道 在功能上是不一样的 在当地区线的区别的区别 是有点相互的区域 分不过是有不同的区域 在某区域的区域 在某区域的区别的区别 是很严重的区域 因为它的区域取习不少 压性围 要有些区别的区别 但是在区域前方 其中的区别人 都有远众 ous区域共同搜 Prod 事实上,铁道走廊目前只有30个出入口,而且部分是泥巴路不容易进入。 经整修后,出入口将增加到122个。 这么一来,就能让在铁道边上生活和工作的民众更方便地进来接触大自然。 尽管这样,有部分的铁道还需要精心设计,才能让游人行走通常无阻。 从前,当火车来到和马路交界的路段时,马路上的车子就得让路给火车。 将来,当游人来到交界处时,应该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成了当局必须思考的问题。 目前,铁道边上的车子就得到达巴路。 目前,铁道上都是野草或石头,无论是骑脚踏车或跑步都相当不方便。 据了解,当局有意换上博游路或混迷土路。 针对这点,公众怎么看呢? 因为它就是,以前是一个火车的那个轨道。 如果是把它铺成平地这样,跟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分别了。 在PCN,你能跑得更快,因为路上是很坏坏, 但我认为游人也能继续习出力量和耐力。 在走廊上应该修建怎样的道路,事实上当局目前还在收集民意。 拥有20年专业骑脚踏车经验的李树芳认为,铁道走廊应该保留原貌, 但由于道路不平稳,会让行人和脚踏车骑士很不方便。 当然是说,最好是把它铺平,铺成薄油路或是阳辉路。 可是另外一方面要考虑的就是,如果你把它铺平了, 那又可能会破坏那整个自然的面观。 还有另外,当然有一群人跃跃脚踏车骑士的爱好者, 那他们可能就觉得说,那我又失去一条能够让我去享受越远骑车的快乐的那种地方。 所以在我想,因为我们地方小, 不可能说我们要建设不同的设施给不同的使用者。 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有关单局必须要做一个平衡。 但如果说我举个例子的话,在这条桥上面, 你看到的是石路,还有铁道。 铁道的两旁是石路,或许可能一边可以是铺平的薄油路, 另外一边就保留它原有的石路。 历史悠久的丹荣八格火车站未来将成为地铁站, 怎样在古老建筑下新建地铁站?